沈锦琼唱的是熟悉的越南歌仔戏 因为从小跟着妈妈进戏院看戏 慢慢的她也学会了唱腔及身段表演 2020年她跟女儿以 异国文化擦出的歌仔戏火花为题 获选新住民及其子女海外陪力计划 进一步探索不同国家的歌仔戏特色 我知道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人提出 有关歌仔戏的内容 所以想说跟台湾做个对比看看 因为台湾就是有首饰跟角色不一样 越南的歌其实首那个比较好看 广东的话这角色不比较好看 台湾的呢 台湾的是都不一样的 因为跨国婚姻来到台湾的沈锦琼 经历早期台湾社会对新著名的歧视与偏见 跟前夫离婚后 她母间父职 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 借了三个工作 用自身的努力把女儿抚养长大 就是早上七点我去前进加工区嘛 七点我上到十点卸班了 卸班了然后五点 开始帮人家卖便当 十点我就去上那个帮人家卖的巴酱啊 同那个米粉鸡啊 沈锦琼的人生转折点是遇到了女儿的干妈 他们没有小孩把沈锦琼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小孩在照顾 为了梦想离开家乡 为了陪伴女儿在陌生的国度里寻求认同 沈锦琼的故事是许多新住民在台湾打拼的缩影 终于她在高雄买了自己的房子 没有上班的日子 跟女儿在屋子里开心的唱喜 谢谢你那时候生我的时候很辛苦 不知道 妈妈我爱你 我爱你 不要来 我再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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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